HELLO 各位調好朋友大家好 那剛剛把那個無花果處理掉之後呢 老媽說這一顆攤討 他要把它稍微那個枝條稍微做個牽引 讓他之後要套袋的時候比較方便可以套得到 那我們就靜靜的看老媽有什麼處理 OK 要倒用嗎? 好啊 幾位啊 他在那邊嘛 好 反正要沖來這裡 慢慢的果樹長大之後 有一些果樹就是要淘汰掉 像無花果這類的果樹 把他淘汰掉 那之後會留幾品比較好的 繼續讓他在原子裡面 那比較普品的齁 那我們就把他淘汰掉 空間留給其他的果樹 開 好啊 這裡 嗯 對 這裡比較不舒服 那這樣也比較不舒服 嗯 比較不舒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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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在那個牽引的時候 我們這個習慣上就是至少要在中段後面 綁的地方在至少要在中段後面 怎麼說 我們如果綁在太前段的話 這根很容易斷掉 如果綁在太末端的話 那他又沒有辦法 怎麼講 牽引的那個效果又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會把他中段的後面這邊 這樣子 如果綁在這裡的話 太前段的話 那個枝條會斷 漸進式的啦 漸進式的等他 定型之後 可以再處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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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稍微這樣子牽引一下 就不太一樣 那樣子又稍微不太一樣 那個 那邊的話 那邊 你還要收嗎 那你還要收嗎 那你拿過 沒有啊 那邊有 好 那另外那一隻 那一隻 那一隻 把牠壓下來 好我們看老媽怎麼操作 來 這不夠長 接起來 接起來 這樣 這樣做日圖 拔到那裡 我們要綁在末端,中後端這邊 大概這樣子,那之後,採收完之後,其實我們可以這樣修掉,這樣修掉,讓它重長,這樣是不是很好 OK,我們現在再看還有沒有其他可以用的,在東側那邊應該還可以 這樣有沒有看起來就比較空間比較OK一點 陽光直接透射進去,你看我們旁邊的那個桑聖、無花果都修掉了 所以它這樣子的陽光夠完 好,那大概是這樣子,老媽說東面那一邊還要再綁 我們下次見囉,掰掰